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LANDELY 高度的頻道 今天呢 其實是連接上一期 和你們的開箱 我買新買到的三個包包 不是Burcon 不是Cowley 都不是Constant 但是三個我覺得很日常 很豐富 很豐富 還有很值得買的包包 第一個來開箱的就是我覺得都 比較少人開箱的一個包包 讓我調低這個電話 那你們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那我覺得 至今不是太多人有 而它是一個RUNWAY的一個包包 價錢真的值得入手 真的便宜 那麼 接下來就是 簡單 而又隆重地打開它 其實在外馬市裡面 你們是最喜歡買什麼包包的 我這一陣子 我是比較喜歡買 一些比較低級的包包 就是不一定背出去 每個人都知道 一眼就看到 哇 你在用那個Burcon 哇 你在用那個Cowley 但是很容易和人撞袋 但是某一些場合下 你用一個很普通很簡單的包包 知道的人就知道 就是我現在是 有一點點心態 超有一點點心態 超有一點心態 從我看到它推出的時候 我已經很想買這個袋 我們這邊就很慢了 終於讓我買到它 這個 又是金鐘色 這個叫什麼 Color code 37高的一個袋 Della Mini 它是一個很不愛馬仕的袋 所以就好像想當年 我七八年前買 Mini release的時候 那時候也沒有人知道這個袋 也不是很通街壯款 那時候買也很便宜 很多人說 這個原來是馬仕的袋 我覺得它將會是下一個Mini release 所以如果看到入手 就很快點買了 先來 這個是37高 Ebsen皮 Ebsen皮是超實用 超健康的 但是它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一旦你又刮花了 就是永遠都修復不了的 那就見仁見智了 這個皮好不好用 它是一個Mini Mini Della 它叫做 它就是可以調校長度的 那個袋子 我覺得這個很人性化 我覺得是超好的 先看看 你看看首先 我現在真的弄了那個袋 大概 你看到它後面有一格 是可以有一個格層 給你去擺東西 它裡面是SWIFT皮 超滑 我們打開它 它裡面是超好裝的 真的很實用 因為它裡面的格層是沒有的 它的格層是在這裡 就是它在袋子的縫折的那個位置 有一格 就是可能可以放一些東西在裡面 我覺得是很實用 而且它的扣子也很有趣 就是這樣 夾了下去 接著你就把這個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 真的很低級的袋子 就是你如果不是很熟悉這個牌子的人 可能分分鐘不是太知道 你正在用這個外馬仕 但是我覺得在它的價錢經濟實惠 而Chanel又貴到飛起來了 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袋真的很值得入手 還有外馬仕除了那款之外 它的皮是真的真的超好用的 所以我真的超推薦大家去買這個 它是一個馬鞍的形狀來的 就是很多人叫它做 因為其實我知道Kelly今年也出了一個袋子 是這樣 就是中間分開了 好像好像叫屁屁袋 我看到有人說 其實它這個形狀就是一個馬鞍 我覺得是很特別的 也是由它們標誌性 畢竟它也是做馬鞍開始的 那我就 我覺得這個袋子真的很值得買 那背起 是不是很日常 就是 我譬如放一個電話進來 你看它的HOME QUICK 那些 幾乎 就是你可以放很多東西 對 我覺得是超好用 我現在身邊有什麼 不知道 就是隨便放一些東西進去 那你真的很好用 好好裝 不用怕扣不到那個袋子 那我覺得是 覺得呢 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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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就是好 就是好一個很日常很百搭的袋子 我覺得真的手碼很適合 還有是金鐘色 第二個 來跟大家開箱 這個 這個這麼大的盒子 是一個 感覺上很大的尺寸 但其實 又不是的一個袋子 讓我看看有沒有錯 這個是一個 限量版的袋子 有多限量 嗯 嗯 你看一下 又是 上年 上個視頻也說過 那 新的這條袋子 就是會有一個人人在上面 上年 它出了這個袋子 那我也想要的 那 中間有它做的 其中一個小的尺寸 因為 我先拿開這個 因為我覺得 小的尺寸的袋子 其實我已經有了 而不是經常用 那我就很想用一個 大尺寸的袋子 拿去 那 就 對 然後 就拿了這個袋子 你看它的袋子 是這樣的 這個是一個水桶 Pickleton 22的尺寸 其實22的尺寸 其實22真的不大 在我的身高 在我的身高來說 因為我五尺八寸 那其實呢 它在我的身高上面 是很 可能我今天穿得比較黑 看得不太清楚 其實是不錯的 它是一個 Sow Black 其實我是想要 Sow Black很久的了 十幾年前 他那時候 Sow Black 開來的時候 我就已經想買 但是奈何 那時候我 搶不到 它就是 我擺出來給你看看 它就是 其實袋子 都是普通黑色的Pickleton 但是它的扣子 就是全黑 就很酷 它就是因為這個 倒了顏色 進去 變成全黑 它的原價 都比普通的Pickleton 貴了不少 那 一些很 不是很 不是很覺眼的 細節的東西 就是它 這些 就變成是 Sow Black 就是俗稱的限量 我剛才也有說過 當初我拒絕了 就是拒絕了 Sow Black 十八的尺寸 因為我之前拿了 一個三拼色 那我就覺得 沒有必要 再要一個十八 而且我真的覺得 十八的尺寸 不實用 因為我自己 習慣 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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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看到袋子 我覺得它鑰匙 為什麼不是黑色 所以我就 對一個有少少強迫症的人來講 你整個袋子都做了 Sow Black 為什麼你的鑰匙是銀色的 我就很不明白 外馬市的 這件事 就是 你要做 Sow Black 我覺得其實 你的盒 要Sow Black 就是你的盒要黑色 因為之前Kelly是黑色的 你的防塵袋 Alice都做過黑色 就是 就這樣 是Sow Black 但是那些其他東西 連鑰匙和鑰匙 你看看 都不配搭 都不配搭 那個鑰匙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難 將一條鑰匙變做黑色 我不知道 但是既然你的鑰匙都做得 為什麼鑰匙不做得 我真的非常不明白 那些東西我很感激 我也有跟我的銀匙說 真的 怎麼搞的 真的 整個袋是黑色 但鑰匙 銀色便便便便 所以外馬市 是有好和不好的 覺得不好是要回收的 那最後來開箱這個袋 就是一個 之前你們都見過的袋 它是一個不同顏色不同皮 因為我比較想要 我最近很喜歡一些很油滑的皮 那我也有跟我手指說 就是如果我下次拿 Burke & Kelly 我希望是拿一個SWIFT皮 因為 鱷魚那些都會 但我想要一個日常的 那就 比較摸下去 油滑一些 還有SWIFT皮顯色度會比較好 他就 也給了這個袋 那我就 也OK 然後 打開箱 一次過開箱三個袋 是不是很爽 興奮 這個 這個是一個尾袋 這個是一個尾袋 我們又很有儀式地打開 很有儀式地打開它 它是一個 Lindy 26 一個SWIFT皮的Lindy 26 怎樣說呢 SWIFT皮 我先打開它 SWIFT皮 你就會看到 它會很容易有這些摺痕 有這些 叫做什麼 叫做痕 因為 首先袋子的設計 而就是 SWIFT皮 是比較幼細 又嫩 想打開給你看 雖然 剛才 它是這樣的 有一個摺痕 但是其實 你撐高它 一排之後 它又會 油滑了 它是一個SWIFT皮 我就 先拿開這個 我就很 覺得SWIFT皮 現在是 真的很 油順 很滑 即是 我用下去的感覺 就跟 Epson皮 這個也是金色的 先說這個 這個金色 它是一個 拼色來的 它裡面是拼這個 叫做什麼 虎柏黃色 舊一些 對 就是你打開 裡面就是 很Summer的感覺 就是SWIFT皮 我覺得很開心的是什麼 就是 如果兩個金色 同樣都是 37 高色 你看SWIFT皮 和Epson皮 皮質的對比 Epson皮 比較 Fall up SWIFT皮 就很 幼細 好像BB 皮膚 就 馬上是不同了 那我就 哎呀 我就 真的很 最近 迷上了這個 當然SWIFT皮 要愛吃一點 就 會很容易 又很痕 那 裡面也是之前 說 開箱 裡面也是有隔層 外面也有兩個隔層 那 就 16 的尺寸 那 我就 對了 這天 就去到店裡 我的尺寸之後 就說 有幾個袋來了 有沒有興趣 那我就 進去看 那 就 有這三個 那我就 買了回家 那就是 這就是我的情人節禮物 那就是 今天也有襯的 其實 其實我不是很想穿LV的衣服 來去襯外馬市的開箱 但是 那 它有個心 這樣 我沒有什麼衣服是有心 的 那我就 放在這裡 那 就是有個小的心 這樣 那 這個就是我的 撕開這個 如果不是看不到那些 撕開 那 就是 很開心 買了三個袋 那就比較日常 那 今天呢 就是開箱 COCO的情人節禮物 三個袋 那 你覺得 這個呢 其實呢 這個是Picleton 22 那其實呢 用起來真的不大 相信我 你們 經常都是看著 18的尺寸 其實22 真的很實用 Della Della Mini Della Mini 也是一個很實用的袋 也很低 即是外出 可能別人也不太覺得 但最重要是自己知道 就可以了 對不對 最後一個 就是不是太多人喜歡 但我自己很喜歡的 SWIFT 你看看 很軟熟 你看它的皮 就是怎樣 怎樣拿去都很舒服的一個袋 就是Lindy 26 那其實我覺得 現在雖然很流行用小袋 但是你看到我都會 很多時候都是買大袋 因為我覺得大袋 始終那個 那個 氣勢在這裡 而且我覺得大袋 遲些一定會回歸 一定會再興奮 那所以 趁它現在 很容易買 那就買了 那這個就是今天的開箱了 如果你們有任何 愛馬仕Q&A 記得留言告訴我 我之後會做一期 專門的愛馬仕Q&A 去回答你的問題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 我們下次見 拜拜